字幕提供 喏,我是夢尼坦啦 我旁邊叫何兆基 我倆就被這個粉紅貓竹來這邊幹什麼 粉紅貓是什麼來的呢? 不是一隻普通的香港本地貓 是一隻外星生物體 我被他打暈了 和困了幾天 那臀也塞了 買個被塞了, 粉紅貓又不給我吃, 因為外星的地球人又沒有效 所以我現在天天運在鑑倉做氣功, 就打算做好它, 畫一些天然療法 所以我們這次為了粉紅貓放他離開, 我們就找梁富麗和蒙尼坦說一個EggerCase的事給大家知道 其實你就不要裝有型, 你是我抓回來的, 要復興粉紅貓的 如果不是, 我都不願意對著這麼醜的香港青蛙做節目 什麼事呢? 有些外星人是青蛙什麼樣子的, 你沒有上網看過嗎? 有色役人, 有灰人, 有青蛙人的 有四面人, 就是你這樣的樣子 謝謝 New Age是喝你一杯都可以的, 因為沒有一個定義 但我們在New Age channeling, 因為粉紅貓拿槍指著我頭頂 我唯有一個所謂的定義出來 就是我自己這麼多年的, 不可以說研究 現在已經是O.H.了嗎? Golden Age 也是 New Age可以說是, 因為很多人不會是一個宗教 又或者是某一個派別 或者是一個, 你當有一個Club 要有Member要怎樣, 其實沒有的 不是一個宗教, 不是一個什麼組織 其實New Age 只不過是一個term 我們去比一些我們對這個, 譬如地球 對我們的一個理念, 一些神秘學說 一些我們不認知, 不是我們自從 某個年份開始, 有這個所謂的邏輯 和科學教派而定名的一些, 非邏輯科學可以理解的一些學說 我們叫做New Age 正常人, 或者是現在社會未被立入主流的概念 或者某程度上, 可以這樣說 或者沒有, 其實你很多邏輯解釋不到的 為什麼這個池巾, 因為你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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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你都可以說你很像 是你自己回家試試看 其實可以改物理的 說New Age 神秘事 我幾年前發生過一件事, 趁你未解釋 我不知道是否是New Age 那時候我和我媽媽住的 兩人住的, 我和我媽媽 那晚我和探長那些, 你朋友 我知道,探長我認識的 就在尖東喝東西, 最記得 那晚在尖東喝東西 喝到兩點多鐘, 就回家了 睡覺了 第二天我媽媽很喜歡, 拍我到門 喂, 上班吧, 幾點啊 我起床了, 上班吧 我媽媽就問, 喂, 昨晚你不記得帶鎖匙嗎 我說不是啊, 怎麼了 昨晚10點多鐘, 按對廣機上來 按對廣機上來之後, 你又沒有上來 我說等你們啊, 你又沒有帶鎖匙 你幾點回家嗎 我兩點多回家 但是我媽媽就說10點多按對廣機 我說瘋了, 你有人按錯而已 然後我媽媽說, 不是啊, 是你的聲音 我說什麼 他說, 媽媽回來了, 媽媽回來了 我說瘋了, 我在尖沙上這麼晚 怎麼會呢 然後零幾一閃, 我曾經做過這件事 我曾經說過這件事 就是我初初在加拿大回香港的時候 我沒有鎖匙, 從機場回家 去我媽媽也沒有鎖匙 我就在樓下按對廣機, 貪得意 在對廣機上就說, 媽媽回來了, 媽媽回來了, 媽媽回來了 重複重複又這樣說 我就懷疑, 在我剛回來香港的時候 那個時空的我呢 突然間, 重複重複 重複出現了一次, 在我家樓下 是啊, 但只不過那一刻, 這麼早我到廣機 我媽媽就聽到了, 但那個人就消失了 就是那個的我就消失了 哦, 那我想知道當年你 在加拿大回來, 相距這件事發生幾一年 三四年左右 那當時是, 整個對話都是一樣 你當我和我媽, 我發生這件事 我媽和我說的時候是2005年 是 但我是1999年回香港 哦 1967年, 是啊 我突然想起, 咦, 這個文章 真的沒理由我媽媽作這個文章出來 是, 是 那一定是我, 我說過我媽記得 是 所以這件事很神奇的 我又不知道怎麼解釋 這些事情太多爭議性了 是啊 可以是老人家很掛念當時的理由 不是啊, 我和他一起住的 他怕我沒有帶鎖匙 他怕我沒有帶鎖匙 所以在家裡等我 他等了12點, 你都上來, 要是睡 哦 是啊, 這個就很神奇 這個我覺得很像介乎於 是不是時間旅行 是, 你可以說是某個時間旅行 不過這些其實都 因為我們解現實的狀況 都可以當解夢解派的意思 是嗎 你想不想我現在拆了它 我拆了它 99年你回 加拿大被走回香港是甚麼原因呢 沒有, 回來找事做 加拿大沒有事做嗎 就是, 回來做事 哦 那你相對和你媽見面是甚麼時候的事 什麼呀, 我和我媽住的嘛 不是, 我說你在加拿大的時候 偶爾都回來的, 沒有甚麼特別的 你小時候不是和他住的嗎 不是呀 你和他的關係是怎樣的 不會呀, 媽呀, 喝茶吃飯 沒甚麼特別的 不特別疼, 亦都不特別疼 沒有呀, 不特別疼 但不是很親密的 沒甚麼特別的 都是過禮拜喝茶 那些鑑屎也吃飯 那媽媽是否疼你呢 都可以的 你家裡多少小孩啊 很多, 很多 我這個叔叔有很多子女 我也兩三個啦 為甚麼你回香港要和他媽住呢 因為他有地方 就是不簡單的嘛 哦 所以其實我又覺得 這件事呢 是我媽跟我說的 所以我覺得先神奇 因為呢, 我說到Time Travel這件事 我朋友說的那件事還爆 但當是假啦 當是聽回來啦 因為我不肯定作準的 還有朋友跟我說 就是他朋友的 就是去旅行 朋友的朋友 所以我要減除那些真實性 就是去旅行團 去旅行團去日本玩 你知道那些景點呢 都是差不多的啦 康泰也是那些團 新玩也是那些團 都是去那些地方 那去一個景點的時候 就幾架不同的旅行社旅行巴 都倒閉在那裡啦 然後呢 咦, 梁富麗 你是新玩啊 我康泰啊 好不玩啊 行程怎樣啊 領隊有時候比較悶 出去幾個睡 那就沒事了 那我朋友就沒事了 回到香港 就回到梁富麗出來了 喂, 上次日本有沒有玩啊 喂, 上次你跟你的朋友啊 新女啊 媽媽媽媽這樣 好不玩啊 接著那個梁富麗說 我還沒去 沒去過日本啊 沒有啊 沒去過啊 沒去過啊 接著那個朋友說 神經病啊 明明是跟你在一起啊 你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嘛 你跟什麼 新話團嘛 我康泰嘛 沒有沒有 還沒去啊 哪有女兒呢 還沒追求女兒 但是那個朋友見到那個是誰呢 可能是 遲一點的那個人 就是遲一點的梁富麗 但是這件事 最後沒有發生到 有沒有人知道啊 最後有沒有 就是日後啊 日後我又沒有人 因為朋友跟朋友說給我聽 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啊 是 太多可能性了 是 可能time shift了 都不奇怪 因為其實如果當大家信 是不同時空 是不同的 path 不同的 path 不同的 path 可能有些時間線 突然亂一亂 就亂一亂就亂一亂 那也不奇怪 不奇怪 如果不是 怎麼會我們經常 這麼多黑洞學說呢 是啊 都是在那個時間線 被扭曲啊 還是你相不相信 單一時間線 還是所有時間線 其實是重疊 只不過是每一個空間 你見不見到對方 是啊 或者見到那個的自己 是啊 或者經歷某一段 cross了的日子 是啊 所以我就這兩單 又覺得 難道這麼巧 哦 這個是你其中一個包含 是覺得為之 new age的流化 是啊 是啊 這個都可以這樣說 都是一些 我們也是 剛才說的definition 齊齊齊 邏輯分析不了 大家有些不同的 理念衍生的東西 一有人去親身經歷 講回 分享經驗 都是這一個 飯球的東西 是啊 是啊 那你自己個人有沒有親身經歷呢 除了阿嬤那件事之外 欸 等一下 暫時沒有 暫時 啊 現在省不起 先說一說 好啊 我們今天呢 阿粉紅貓呢 就有一個 他自己研究了二百多年的人物 是 他就很想 其實我們私底下 聊天也有講這個人物 但是網上有很多厲害的人 是的 我聽說 200天都看不完 很多這些東西 很多這些東西 但是很有趣的 這些片 有些可能你會覺得 好像距離遠一點 但是有很多人喜歡去談論 譬如是UFO 最簡單 是啊 那有些可能講 去年慶合合的2012 是啊 沒事了 那件事就流了 喂 這件事經歷了 大家就鬆一口氣 之前有多少死亡預告才行 大哥 好 那也都因為這件事 馬雅 還有那些 古埃及文化 又被挑出來 又講很多故事了 是 那他上網呢 如果說說真的 又是比較久遠一點 一百多年前 一個很出名的人呢 他就叫 Edgar Casey 美國人 是美國人來的 住在好像 你那個樣子 那個肯德基的州 這個人物有什麼 這麼值得研究呢 因為這個人物 其實簡單說 我覺得他有點像 今時我們說的那些 在世靈童 哦 就是諾塞丹馬斯那些 是啊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很小 六七歲七八歲 那他開始有些怪病 就是這個喉嚴 就是當時叫喉嚴 一百年前 我們沒有那個 很真確的diagnosis 可能是癌症 就是你不知道 因為太多的 就是喉嚨很舒服 他很嚴重 他是失聲 是沒有聲 可能有十天 完全說不出話 嘩 麻痺了 你沒有這個病 是啊 要不然我死了 那不會的 我時間旅行回來 是啊 那我叫我後面那個 自己回來做事 他這個小朋友 當時是小朋友 他就經歷了一些病痛 然後發現 他每次進入催眠狀態 他的催眠狀態很浮誇 他不是一般 因為街坊 很多街坊朋友 很多誤解 經常問我催眠 是不是真的無間道 那些 是不是用個鐘 去碰我 是啊 看戲看太多 其實我們進入催眠狀態 是很清醒的 是不可以被人誤到 去銀行 指著你的槍 拿錢 是槍才有用的 催眠是不行的 因為被催眠者 如果沒有那個信念系統 他不相信那件事 是自己可以去處理的話 他是不會處理到的 是啊 就是他要有個很大的 無比強大的信念 那說回 就是最近那個 電影催眠潛風那些 就不會發生的 那個可以講一集的 告訴你 可以再拆出來講 不過我們講回 這個Edgar Casey 他也是進入催眠狀態 但是他小朋友 其實不懂什麼催眠 那他進入催眠狀態 就是有一天 他老爸說 兒子 我想你考試考得好些 你又不頂不掉 又不知你想怎樣 那這本書 我現在考你 隨意在書架抽了一本 他在讀的教科書 但是是一些新的課本來的 他沒有可能看過 他買回來沒怎麼說 那我小朋友好笑的 Edgar仔 當時就 你給我一本書 你給我15分鐘 然後他就集著一本書睡覺 他就認識那本書嗎 不是吧 是啊 有可能啊 這個世界就 你又不是一百幾二十年前 你看著他 就是說你拿過 都說 你不是拿過 總之這個神奇的故事 就是說 他紮著一本書睡覺 然後他在 這個集體潛意識那裏 拿了那些 information 透過他睡覺這個狀態 然後他開了眼醒了之後 就說 爸爸你問個問題 他是把這本書倒背如流的 但他之前看過這本書的 這些有很多相確性 就是等於你說 阿嬤那件事我都可以跟你拆 就是用另一個角度 當然 但是信不信這件事 他就是一個在世靈童 你當是這樣的案子 之後 但是他之後的 是很大的 他是去到 就是他有少少是 如果你問回 譬如我已經有跟人看牌 我都有一些收費服務 他收費收到 那個有些有錢人送錢給他 足以令他建一間 四五十間房的醫院 去做他的伴侶 他都不就 最後用他的名字開了一間醫院 在一個 叫Virginia Beach的地方 但其實他現在這麼厲害 其實他什麼病 都可以用方法醫學 進一間醫院 他最出名是醫病 但是他很難的 譬如我們 現在用我親身經驗 最貼身就是 我看牌 我跟你看完 我告訴你 你有這個A問題 B問題 C問題 你只要做了DEF 你就可以好 那那個人第一 他會不會做是一件事 第二 你跟他說完 他有個awareness 但是到他 潛意識 會令到他改變 他過去一生三十年的模式 是容易的 那這個Edgar 他醫院的 那個idea是 希望這班人聚埋 首先有個聚腳地 第二 這班人有些可能很嚴重的 癌症 或者不知道什麼病 可能根本他身體上都處理不到 也有個地方 也有個地方被他們挾腳 也有個辦公室 那些人都知道 哪裡去找他 就是很多方式 不是好像以前的社會 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以前的社會 我們很簡單 我們上Facebook 那些客人會找我 但是以前沒有 你三千九萬 你開車去 那些人就懂得去醫院找他 所以其實 他很多 contribution 其中一樣就是治病 那治病呢 我聽過一些聲帶好笑的 他是 就是好像蒙蒙濃濃的 閉上眼 然後進入催眠狀態 跟著就 會講到一些藥方出來 除了 首先他會有些 就是有些醫生 當年 這個準確性 無人知 當年有些 大機構和大醫生 就說 說到明這些人我醫不行 我亦都diagnose不到他 什麼事 譬如說 你今天說我眼睛很癢 沒有人find out 什麼事 就對比這位人興 試一下 那個人興 進入催眠狀態 然後講到他什麼問題 跟著就開藥方 即是 金文花 兩兩兩 白癡 三兩 媽媽媽媽 再是大帽山 摘棵草 然後你用顏碎 煲一鍋水 喝了他喝四天 其實這些做法 很多所謂的神棍 我國也不少 都是這樣的 表面上 但是他有一件事 就是 我會覺得 傾向信這件事 雖然這些叫惹事 沒有人證實 有些證實到 有些證實不到 還有證實到那些 準確性有多高 你不知道 其實 但是我會傾向相信 是因為你口碑是人傳人的 你看百多年前 今時今日 都還有口碑 我想這些都要做 真的 還有說真的 是非 一下子就傳千里 如果他真的衰到這樣 都會全世界知道 好像當時的社會 那麼不接受新事物 但是 《紐約時報》都訪問他 這麼厲害 是不是都厲害 都很厲害 其實我懷疑 當個陰謀論 其實會不會 很多 因為你這麼熱的時候 《紐約時報》都訪問的時候 會不會美國的高層 已經找他在做事 是 例如 叫他批評事情 是 叫他接觸外界 所謂外星人 是 或者做一些 例如 例如 試一些 他們的科技 是吧 都不奇怪的 你說的那些 八成都是 叫做 有野史 說過 例如 是說他 根本不是地球人 是一個外星生物 就是粉紅貓的朋友 又或者是說他 因為他其中一個強項 是前世催眠 為什麼來的呢 就是 前世催眠是什麼意思 就是 催眠的過程度 回到別人 或者自己的前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一次被催眠的狀態之下 即他都跟一些 美國的 即當年是很高級的催眠師 即IT催眠師去引領他去催眠狀態 的時候 他發覺 即他會講到一些 即他的 patient 的病例 而那個 patient 就有一個有錢人 其中一位 就問他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病 我整世人好地地 我也都沒有這個創傷 他說 因為你前世有 那就開始引發了 他做很多日後 就是 讓自己進入別人的前世 而幫他找原因 例如他的 life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這麼多 trauma 即譬如說 為什麼你的樣子那麼衰 那麼像青蛙 什麼事啊 完全可以拆解 但是就relate回到他的前世 所以他都做了很多 即我們說 叫做前世催眠 但有些人就說 他根本不是外星人 只不過他上世 那個master 那個大師傅 在這裡 要幫這個世界 他今世再轉世 然後成為一個所謂的靈童 是啦 那這些就是你 真的不能參加 即是怎樣自己自己想 是啦 就算他是不是外星生物都好 他最後都是因為中風死的 都是很普通的 正常人的死法 是啦 即是沒有什麼特別 很drama的死法 是咯 但是呢 這個prediction 即你講到prediction 這件事 其實就很多prediction 他做了 例如是2012 2012是什麼 他亦都扭了 末世咯 當年說末世 不中啦 但是 沒有偶然 是所有大師 都是prediction 同一日有末世的 即一定是一個 我們說呢 其實都中的 為什麼呢 是能量的轉化 是一個很大的 能量轉化 我們感覺不到的 不是的 當年都有的 我們那些現世的人 太多枷鎖 太多帆東西 太多樓 那些能量都阻擋了 即如果我們要 access to他 其實 act Casey 都是有一個科學化 根據 除了他說那些 前世今生的理論 那但是 我講回prediction 那件事 我自己有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另一個大師來的 是現世的未死的 這個大師應該 今時今日 我想他五十多歲 就叫 Charles Bassano 美國人來的 美國夏威夷人 夏威夷出了 《零極限》這本書 如果大家對 《零極限》 算很有興趣的話 那他就不是 《零極限》的始創人 但他都有practice 《零極限》 是一些 類似吸引力法則 但再深層次一些 一些心靈的healing 一些治療方式 Trust Bassano 自己有個system 運動了很久 我都有他上課 即我們香港有一班人 會去 夏威夷 會去他世界各地不同的workshop 即我們叫 有些跟隨者 有些小小像 Edgar Casey 亦都是說 我會收到很多 但他都有些能力 他沒有那麼神化 他比較實在的一個人 而且因為基於你會接觸到 其實你很多神怪的理論 也會消失 因為你確實是一個大肥佬 但他是一個心理學家底的人 他兩夫妻 但後來就轉化了 去找很多new age的方式 去幫人做治療 但大部分都是 身心靈的治療 就不像Edgar那樣 是主力幫人治療 那阿Truck 阿肥佬就有一套理念 去同個宇宙去連繫 那我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阿Truck 每個禮拜 和每個月 都有一份大的newsletter 和一份小型的newsletter 那我就subscribe了很多年 現在很方便 那我很有印象 就是我和那些同學 有一天 即我們現在都有跟那個system的同學 即是在香港聚會 有些人在大陸下來聊聊天 吃飯 就說你有沒有看阿Truck的newsletter 神經病的 又說地震死很多人 是不是瘋的 但那些新聞日未發生的 未的 2月 即他2月會predict 3月 那麼厲害 那當時大家笑完算了 不會擺心的 那通常看完就delete 因為那個max數很大 還有他有一條soundwave 頂住整個email 即他只會說完的 即你subscribe了他還是什麼 subscribe咯 你都可以subscribe的 我想 然後他就說完 然後我們就聽完 你喜歡聽就聽聽 那他的事是一樣的 那他的事是不是下下中 還是大部份都中 還是怎樣 因為你看完有時候 不是很嚴重的 還有不關自己的事 即不是說China 那些我不上心的 說真的 即是說那些什麼 夏威夷 美國經濟那些 我心想不關我的事 就不理了 即有時未必很上心 但為什麼那次是這麼記得呢 就是因為311 日本大地震之後 我當時家裏有人在日本 OK 那也是海關找不到他 嘩 挺怕的 挺怕的 四天失去聯絡 那我也當時考量 好不可以去日本 看看什麼 當然不要去啦 那當時已經過去了 沒有了 沒有去到 那後來香港開關圖 我們找回我的妹妹回來 那沒事啦 但是那個經歷 令到我的同學 寄回這封新聞 他再找人找出來看 然後說 為什麼呢 還要出之前那個月的workshop 即他每個月都有workshop 當時有一個夏威夷的workshop 我沒有去的 那次因為我最想去的是 去他澳門 他有來澳門開 那我沒有去夏威夷 夏威夷的同學就說回 說每年的年尾的大workshop 即311之前的年尾 他在大workshop裡抽十個人出來 是隨意抽的 隨機抽樣 那裏有幾百人 抽了十個人出來 十個裏面有八個日本人來的 然後那個reading就是 你們將會有翻天覆地的巨變 但是這個巨變最後是一個 給你們日本這個民族 是一個好的發展 因為你已經去到死亡區了 整個經濟 那下個月他講什麼呢 哎呦我沒有看完 但是這個月我也很害怕 他講什麼 因為他說日本和大陸 都會有海嘯和地震 這個月 是5月的第三個星期尾 第四個星期頭 咦 真是下個星期 所以他上個星期 阿Chuck在日本開workshop 是整個workshop 那四天是治療大地的 Chuck Bassano 其實會不會和Ager 其實很多這些的 就是很多現世的 不過當然他自己都說 自己還沒有 就是我們叫做去到一個 就是Aknighted的境界 Aknighted的中文是沒有 我都知道 還沒有升華 是的 就是去到一個大 他也是大師級 他都很和世界很連結 他都可以隨時 好像入了一個 集體潛意識 無意識的那裏拿資料 但是他就說他還沒有去到 所以好像笑臉佛那些 警戒 就是隨時都可以去到 Please的那個警戒 嘩 不經不覺 說了一整個小時 對呀 口水都乾忙 對呀 Ager Case都被你講完 講到他死完回生 再死都沒有 就是呀 還有東西講的 總有的 他都幾厲害 很多新人物 但網上也有很多 Ager Case的資料 其實有 喂大把 因為呢 這個人始終我沒有接觸過他 Ager Case 我們都是透過很多 網上的資訊 和一些可能 接觸過他的一些朋友 放了很多片 上YouTube 那樣 那個真確性 就無從稽考 那你們自己自行判斷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搜尋 譬如說 Google 任何的各大網站 還有很多和他接觸過的人 都有被訪問過 在很多各大 有什麼close-to-close的訪問 或者甚至是很多不同的 這個網上平台 Radio都有說 那大家可以搜尋他的資料 而我剛才說過 那位 Predictor 311大地震的大師 他叫Trump Spassano 和他太太Nancy Spassano 有興趣的 也可以在YouTube上搜尋 如果簡單一點 你可以上網搜尋一個叫做 POV P for Peter 接著O for O for of V就是Vision 他的系統叫Psychology of Vision 就是POV 有興趣可以上網搜尋 他的官網是一個美國網站 但我忘記詳情了 大家都搜尋到的了 上網 其實Eckard Case 是不是E-D-G-E-R 第一個已經錯了 E-D-G-A-R 接著Case 就是C-A-Y-C-E 不是Case 是Case 是兩個詞 不好意思 我讀Fernetics 好 上網留意一下 Eckard Case 對 好 何兆基 我們下個禮拜說什麼 下個禮拜 都是我嗎 都是你 永遠都是你 下個禮拜說什麼 其實還有很多 會不會約會很多類似Eckard Case 的人 當然有 New Age人物大把 可以說些New Age人物 因為現在那麼多人 都喜歡New Age的東西 好 張繼聰就說 現在不用看醫生 又說飯都不用吃了 New Age都 哈哈 我不知道他辟谷還是什麼 但也有很多人物 我們找個有趣的 下次再說 好好好 不斷說 好 我叫夢妮坦 夢妮 陸星青蛙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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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